至於香港民族黨 我是根據社團條例第八條 给它作出一个新述的机会 到目前为止的限期都是9月4号 有任何香港民族党向我们提出的书信来往 我们都会根据社团条例第八条去处理它 针对香港民族党这个个案 因为我是要处理它根据社团条例第八条 可能作出的新述 所以我是不适宜去讲个案的细节 当有任何要求的时候 我是会按照社团条例第八条的法律要求去处理它 第23条立法的事情 政府的立场是很清晰的 23条立法是我们在宪宪上的责任 行政长官也都多次讲了 我们不会逃避这个责任 但是也都必须要创造一个有利的立法条件 才可以去展开这个工作 行政长官也都说了 在目前来说我们都没有时间表的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以前曾经讨论过的 包括大家可以很理性地讨论问题 好接纳不同的意见 以平和的态度去处理事情 又或者对于整体社会的互信等等 我们都希望在这方面大家可以各方面都努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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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